大家好,本视频介绍零售软件如何批量添加商品 接下来为大家演示具体的操作流程 第一步,下载商品模板 打开库存管理后台 使用默认账户999点击登录 点击更多 选择批量导入 点击打开模板 点击文件 选择另存 选择保存路径 点击保存 第二步,编辑商品模板 录入商品 打开我们刚刚另存好的文件 进行编辑 我们先编辑商品大类 点击最后一个Tab 我们只有两个大类 所以把多余的部分进行删除 编辑第一个大类名称 如休闲词品 编辑第二大类名称 如水眼冲条 编辑好大类后我们再编辑小类 点击第二个 我们把大类复制过来 我们把大类复制过来 多余的部分进行删除都可以了 我们在编辑商品 我们先把多余的部分删除 这里我们演示一个商品给大家看 ID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它的ID 我们输入第一名称 如可口可乐 第二名称没有可以不填写 小类 这里我们填写碳酸饮料 商品条码 5123456 输入库存 我们现在有20个 输入价格 5 3.5 后面的数据没有的话 默认是0就可以了 我们入入好之后呢 就点击保存 第三步 导入商品 我们在导入商品前 需要先清空默认的商品数据 打开收盈后台 使用默认账户999 点击登录 点击工具 点击数据备份工具 点击清空商品 选择是 然后关闭收盈后台 打开库存管理 使用默认账户999 点击登录 点击更多 选择批量导入 点击浏览 选择我们刚刚编辑好的文件 选中 打开 点击开始导入 选择是 这里会提示您编辑的模板是否出错 目前提示未出错 所以点击开始导入 提示导入成功 点击确定 这样我们就成功批量导入商品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请不吝点击